各位伙伴大家好 今天与各位分享的人物是 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摄利弗 出生地 纳罗卡纳拉克 民族 婆罗门 以智慧第一著称 其犯名为S 阿瑞普特 巴黎名为萨瑞普特 又做摄利弗多 摄利弗罗 摄利弗达罗 摄利弗多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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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利普达罗 摄利弗达罗等 摄利弗的母亲维摩加陀国王 设成婆罗门论师之女 出生时以眼似摄利鸟 乃命名为摄利 摄利弗叫释迦佛年长 并先于佛涅槃 在藏传佛教中 摄利弗以骑成或脚踏狮子 象征佛教智慧的狮子后 并常与木坚连被雕塑成释迦佛随世 在汉传佛教中 佛陀身边则雕塑阿南陀与大家叶较多 南传上作不论书常以法将巴黎语 Domasinapati称呼之 诞生的前后 在南印度的摩羯陀国 离首都王设城大约有二三里的路程 有一个加罗比拿家的村庄 茂林修竹 山明水秀 是个很幽静的地方 这是智慧第一的摄利弗尊者的故乡 摄利弗诞生在婆罗门种姓的家庭 父亲提设是婆罗门教中富有圣名的论师 当母亲怀他的时候 他母亲的智慧就易于寻常的妇女 据说这是受胎儿的影响 母亲的弟弟居西罗 也很善于议论 但每当他和怀孕的子子议论时 总是词穷立桌 不置而退 居西罗因此惭愧地离家出走 他知道子子所怀的胎儿 一定是一位大智慧的人 自己若再不求进步 将来不如外甥 岂不给人笑话 因此他就到处参访名师 研究学问 连支架都没有时间捡 当时的人都叫他长爪梵志 后来因设利福的皈依佛陀 他也皈依做了比丘 设利福八岁的时候 就能通解一切书籍 当时的摩羯陀国 有长者兄弟二人 兄名吉利 地名阿加罗 设宴招待国王太子 大臣论师 做乐歌舞 谈古论经 宴会中规定什么身份的人 做什么位置 但八岁的设利福 却坐上论师的宝座 庞若无人 一点都不畏惧 很多的大臣论师 起初都觉得他年少无知 不屑于语 他们都派年少的弟子 和他仇答 但设利福言辞清晰 一礼周详 语经四座 诸大论师 此时才都佩服赞叹 国王也很欢喜 当即将一个村庄赏赐给设利福 八岁的幼童 在这样的场合里出风头 名学者的父亲 也常常感叹自己的聪明才智 不及他的爱子 真正的老师 年轻的设利福 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大名 他有奇长的身材 清秀的面容 双目有神 双手过膝 受著名学者的父亲遗传 很有学者的风度 当时的学术界 没有一人不知道这么一位 厚生可畏的青年 设利福二十岁的时候 就告别故乡和父母 出外访识问道 追求真理 他起初礼拜有名的 婆罗门山都耶为师 但在山都耶那里学习不久 就感到山都耶的学问 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 他打算要离山都耶而去 这时候 同学中的穆尖连 是射利福唯一的知友 射利福把自己的意思 告诉穆尖连 穆尖连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们两人就决定 离开山都耶 另外创立一个学团 招收弟子 他们傲然地以为 世界上再也没有 比他俩更有智慧的人 再也没有人够资格 做他俩的老师 射利福和穆尖连 不但年龄相旁 学问 思想也都差不多 他们有共同追求真理的志愿 两个人也相处得非常融洽 除了自修和教学之外 全意没有一个学者 让他们看在眼里 有一天 射利福在王舍城的街上 巧遇佛陀的弟子 阿舍婆士比丘 阿舍婆士是最初 皈依佛陀的吴比丘之一 他经过多年的苦行 直到听闻佛陀四圣地法 才正的胜果 他有庄严的态度 威仪的行指 射利福一见 心中非常惊奇 他经不住上前问道 对不起 请问这位修道者 你叫什么名字 住在哪里 我的名字叫阿舍婆士 我住在城外不远的竹林经社 阿舍婆士比丘点头后回答 你的老师是什么人 他平时教你们什么道理 射利福说话时 像是一位长者的口气 我的老师是释迦族出生的大圣释迦牟尼佛 阿舍婆士慢慢地回答 老师所讲的宇宙人生真理 浅学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 不过 就我记忆所及 老师常讲的道理是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又说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 寂灭为乐 我们对于老师所说的言教 实在有说不出的感激 射利福从阿舍婆士的口中 听到佛陀极其叫法 像天崩地裂一般 像朗朗日光的照耀 眼前顿时光明起来 心中对宇宙人生积聚的疑云 也一扫而空 他和阿舍婆是边走边谈 像百年的知交 最后约定 一定要去拜访佛陀 射利福回到自己的住处 穆坚连见他欢喜得忘形的样子 就探问道 射利福 什么事情使你如此高兴 看你这么欢喜 穆坚连 我真欢喜 这是我今生最高兴的事了 我告诉你 我找到了我们的老师 不要这么说 谁做得起我们的老师呢 穆坚连很不以为然 佛陀 是第一的确确的佛陀 射利福回答 射利福又把阿朔士口中的佛陀和教法 转述给穆坚连 讲话的射利福 听话的穆坚连 都不禁感动得沉然泪下 因缘法 普通的人听了或许不会有什么反应 可是听在追求 探讨真理的射利福耳中 好像自己多年修行的功夫都是白费 这是因为 认识因缘的人 才能认识佛法 第二天 射利福和穆坚连带领二百弟子 一同到竹林经社 皈依在佛陀座下 佛陀也很欢喜 觉得自己所证悟的真理 到今天才真正有能接受的人 射利福和穆坚连 也觉得他们遇到了真正的老师 监督致缘工程 射利福皈依佛陀以后 僧团的力量渐渐强大起来 佛陀很信任射利福 第一次奉佛陀的辞命到北方弘法 并监督奇缘经社的工程的 就是射利福 原来 竹林经社是在南印度的摩羯陀国 佛陀承道的最初二年中 在印度的北方 还没有一个说法的根据地 因缘机遇 北方交洒弥罗国 设位城中的虚达长者 应到南方访清 得见佛陀的圣言 自愿皈依 并发心要在北方建立经社 供养给佛陀 菩萨丹陆伐水 虚达长者在设位城中 用黄金铺地 买下契托太子的花园 作为金社建筑用地 并要求佛陀派一个设计和督导工程的人 佛陀知道北方因为自己还没有去过 不用说 那全是外道的天下 到北方去 不但要督导金社的工程 更要能降伏外道的途中 就这样 射利福跟虚达长者 到了北方的设位城 金社才动工不久 果真不错 磨难来了 很多外道极度佛教的开展 他们一直要求虚达长者打消建立金社 供养佛陀的本意 甚至要他不要信仰佛陀 虚达长者是已接受佛陀法案的人 无论如何 他是不会听信外道的话 因此外道就想和佛陀的弟子 射利福辩论 他们想变导佛教 以便让虚达长者醒悟过来 虚达长者听到这个消息大惊 他心想 一个射利福怎么能变得过那么多的外道 虚达长者很忧愁地 把外道的意思告诉射利福 射利福反而大喜 他觉得这正是一个 给他带佛陀宣扬教法的最好的机会 约定了开辩论大会的时间 地点 外道推举出数十名主编的论师 佛教只有射利福一人 虽然佛教教团只有射利福一人 但在力量上 一个射利福也许抵上千万个外道 射利福是佛陀弟子中非常优秀的一位 他本来就出身在婆罗门教的家庭 祖父 父亲都是婆罗门中有名的论师 都是权盈一流的学者 射利福受这样良好的血统遗传和家庭背景 出精通外道一切点击 现在又是皈依佛陀正的圣果的人 由射利福来和外道辩论 那是在恰当不过的人选 这一场辩论 不用说射利福是胜利了 有些外道也是能接受真理的人 他们都愿由射利福介绍 皈依大圣佛陀 佛陀还在南方 德光就先避照到北方 这一次由射利福介绍皈依佛陀的人 不下上千万的数目 须达长者这时才感受到佛教的伟大 他佩服射利福 更感激佛陀的威德 奇缘经社的工程进行得很快 在射利福的设计之下 既有十六个殿堂专供集会之用 又有六十小堂 分寝室 修养室 盥洗室 储藏室 此外还有运动场 浴场 持权等等 当金社将要完工的时候 射利福对须达长者说道 须达长者 请你看 天空中出现了什么 尊者 我看不到有什么东西 须达长者失望地回答 这也难怪 肉眼是无法看见这样的变现 现在你照我的天眼通 再看一遍吧 啊 尊者 很多庄严堂皇的宫殿 须达长者欢喜若狂地告诉射利福 这都是六玉天中的宫殿 因为你不是金社给佛陀说法 金社虽未完成 但在六玉天中 你的宫殿早就为你完成了 那么 尊者 请问您 六玉天中这么多宫殿 我将来究竟住在哪一天才好呢 刀利天寿命很长 知道修行 勤于佛道 不易堕落 射利福解释给须达长者听 那我将来一定要发愿生在刀利天宫 须达长者说时 其余的宫殿就渐渐地隐没 唯有刀利天的宫殿更金碧辉煌地陷在空中给须达长者看 此时 须达长者的欢喜是他生平从来没有过的 不退大成心 说起须达长者应不识金社给佛陀 而能借射利福的天眼通看到天上的宫殿 关于射利福的眼睛 在他往西英地中大概是六十小节以前 行菩萨道时 有这么一段故事 射利福发心修菩萨道 行大成不识 他不但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房屋 田园 财产等所有资深物件很欢喜的不识给人 最后甚至身体 性命 也毫不吝惜地不识出来 发这样真切的怨心 可以惊动天地 所以就有一个天人想来试试他的道心 天人化现为二十余岁的青年 在射利福必经的路上等候 见到他来的时候 就嚎啕大哭 射利福见了不忍心 上前未问道 年轻人为什么在这里哭得这么伤心 啊 告诉你也没有用 我是学到的沙门 发愿救度众生的苦难 只要你有所求 凡事我有的 都可以满足你的心愿 你帮不了我的 我在这里哭 并不是缺少时间上的财物 而是我的母亲得了不治之病 医生说一定要用修道者的眼珠煎药 母亲的病才会好 活人的眼珠已经不易找 修道人的眼珠又怎么啃给我呢 想到病床上身影带旧的母亲 我难过得在这里伤心的痛哭 这不成问题 我刚才告诉你 我就是修道的沙门 我愿意不施一只眼珠给你 救你母亲的病难 你愿意不施一只眼珠给我 青年欢喜地跳起来 我的一切财产都不施给人 现正想进一步行大乘菩萨道 将身体不施出去 但苦无受施的人 今天遇到你 满足我学到的愿心 我真欢喜高兴地感激你 你就设法来取去我一只眼珠吧 六十小节前修道的 舍利福心中想 我有两个眼珠 不施一个给人 还有一个仍然可以看到东西 这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妨碍 他叫青年人设法取他的眼珠 青年人不肯 他说道 这不行 我怎么可以强夺你的眼珠呢 你愿意的话 可以自己挖下来给我 舍利福一听 觉得他说得有理 当即下大决心 勇猛忍苦地 把左边一个眼珠挖出 交到青年的手中 并说道 谢谢你 成就我的愿心 请你拿去吧 糟了 青年人接了眼珠 大叫道 谁叫你把左边的眼珠挖下来呢 医生说 我母亲的病 要吃右边的眼珠才会好 舍利福一听 真是糟了 他怪自己 怎么没有问他一生 在挖眼珠 现在怎么办呢 把左边的给他 还有右边的可以看东西 若再把右边的眼珠 挖下来给他 那连走路都看不见了 可敬可佩的 舍利福 他不愿怪别人 他想 发心发到底 救人也要救到底 难得遇到一个 肯接受不失 成就自己道行的人 就再把右边的眼珠 挖下来给他好了 舍利福这么想后 就安慰青年说道 你不要急 刚才怪我粗心 没有问清楚 就挖眼珠 现在我知道了 反正人的身体 是虚幻无常的 我还有右边的眼珠 我愿意挖下来给你做药 医治你母亲的病 舍利福说后 又在下大决心 勇猛忍苦地 把右边的眼珠 挖下来交给青年 青年接过舍利福的眼珠 一句感谢的话 也没有说 把舍利福的眼珠 放在鼻子上 绣了一绣 当即往地上一摔 并骂道 你是什么修道的沙门 你的眼珠 这么臭气难闻 怎么好煎药 给我母亲使用 青年人骂后 并用脚踩着 舍利福的眼珠 舍利福眼睛 虽然看不到 但他的耳朵没有龙 他听到青年人 骂他的话 用脚在地上 踩踏踏踏眼珠的声音 他终于叹口气 心中想 众生难度 菩萨心难发 我不要妄想进修大成 还是先重在自立的修行吧 舍利福这样的心 一升起 天空出现很多天人 对舍利福说道 修道者 你不要灰心 刚才的青年 是我们天人 来试探你的菩萨道心的 你更应该要勇猛精进 照你的愿心去修学 舍利福一听 很惭愧 立他的菩萨心 又在升起 当即成就了 不退的道心 六十小节以来 舍利福不休息地学到 这一生遇到佛陀 证得圣果 所以能有天眼通 不禁食 舍利福在佛陀的弟子中 是首座的弟子 大智大慧 神力超群 但他对于佛陀 却是信受奉行 对佛陀的教士 从来没有违抗过 佛陀在弟子中 最信任的 就是舍利福 佛陀成道后 第一次回祖国 加皮罗未成的时候 罗侯罗要求出家 佛陀就叫他 拜舍利福为亲教师 跟舍利福受沙弥见 有一次 舍利福领沙弥 罗侯罗托波启事回来 佛陀见到 罗侯罗的面色不好看 知道他心中 一定有不平之气 佛陀就把他叫到身旁 问他心中 有什么不满的事 少年的罗侯罗 低着头 向不好意思 但又向不平地说道 佛陀 我是沙弥 不应该说长老的过失 但不说 没有人知道 我们沙弥的处境 是什么事 你快点讲 佛陀 上座或中座的比丘 带着我们到外面 脱波启事 信众给他们的供养 都是上等的美味 而对我们初学的沙弥 信众总甚合胡麻渣 和野菜的米饭 不适给我们 人的身体 对于饮食 是不分年龄和戒行 都有同样的需要 长老们 在他们受用之外 没有慈悲地顾到我们 让信众对于供养 升起分别的心 这样的事情 不要你说 你就是一点小事 都不能忍 佛陀 请您慈悲 不要责怪我们 吃了胡麻油和酥酪 才能增长力气 身体健康 才能安心精进修行 但我们现在 每日吃些胡麻渣 和野菜 营养不足 老感到身体困倦 常常不能专心一意地修持 佛陀听罗侯罗这么一说 知道这是事实 但佛陀仍教训道 罗侯罗 你离开王宫 到我的僧团中来 是不是为了受好的供养呢 不是 佛陀 我们加入僧团 是为了学到修行 那么 你还要说些什么吗 如果想到我们是在修行 能够受信师一麻一脉的供养 就应该要感到满足了 你去修行要紧 不要老是挂念吃的问题 佛陀虽然是这么教训罗侯罗 但佛陀知道 信众对沙门如此分别的供养 心中很不以为然 佛陀叫罗侯罗去后 又再把摄利弗叫来 佛陀慈祥地对摄利弗问道 摄利弗 你今天受了不进食 你知道吗 摄利弗一听大惊 赶快把当日所受的饮食 从肚中吐出来 他对佛陀禀告道 佛陀 自从我皈依你以来 我就依住佛陀的启食法而行化 我不敢不依佛陀的启食法 而行起不进食 佛陀明白摄利弗的心解释道 摄利弗 你个人的行起 我知道完全是依照我的法制而行 但是六合金的僧团 不是只顾自己 法制应该平等 利益也应均衡 尤其做长老的要爱护关怀年少的比丘和沙弥 起时时要注意到他们 佛陀这么说 摄利弗一点不平之气都没有 他对佛陀教法都是感恩的接受 叛徒畏惧者 佛陀的弟子中 有一位名叫提婆达多的比丘 他本是佛陀在做王子时的堂弟 跟随佛陀出家十几年后 魔鬼迷了他的心灵 竟背叛佛陀 脱离佛陀的僧团 有一次佛陀起话后 和弟子们集合在讲堂休息 提婆达多公然地领着叛党 来要求佛陀让给他僧团的领导权 佛陀没有答应 提婆达多就咆哮起来 佛陀就让开塌 提婆达多要比丘们跟他去 他的胞弟阿南向前说道 请你不要胡来 你是我的兄长 想到你造如此的重罪 我真为你将来的堕落感到寒心 佛陀是大慈悲的 你这样的为人 不值得他和你计较 如果是摄利福和穆坚连 今天在做的话 一定不容许你放肆 提婆达多后来用种种方法 威胁利诱佛陀的弟子 有少数信仰不坚定的人 阴滩图阿都世王 给提婆达多丰富的供养 便捷跟随而去的也有 一天 当便捷的人和提婆达多的弟子们 聚会在一起的时候 摄利福就庄严有力地走向前问道 诸位 我想来请问你们 你们出家修道 是为了接受供养 还是为了修道 为了修道 为了脱离生死的苦海 大家回答说 既然如此 大圣佛陀的正道你们不修 使纯洁尊贵的信仰 为区区的物质供养所动摇 你们赶快反省觉悟才好 摄利福说时 身上放射出万道金光 光中出现大圣佛陀的雌容 便捷的人和提婆达多的弟子 见了都跪下来忏悔 摄利福又把他们带回到僧团 佛陀从此更加许摄利福 他对僧团的和和 有很大的功劳 提婆达多不怕佛陀 最畏惧的就是摄利福 提婆达多不久因罪业深重 堕入地狱 阿都世王也忏悔得救 而摄利福在僧团中 更受人的敬佩 得救之道 佛陀在奇人惊涉的时候 怜悯漂泊在生死苦海中 无一的众生 想到大家轮回在六道中 没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归宿 佛陀想说出这个得救的法门来 又怕小跟小计的人不能信受 最后决定以摄利福为当击中 因为大致的摄利福 一定知道极乐国土的庄严和清静 一定能接受阿弥陀佛的信仰 在座的当中 虽然上中下三等根器的人都有 但佛陀就以摄利福做当击中 而说出一条异形而光明的大道 佛陀说摄利福 在我们这个世界很远的西方 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 那里的教主阿弥陀佛 现在正在说法 摄利福 那个世界为什么要叫做极乐世界呢 因为那里不像我们娑婆世界 有太多的缺陷 太多的痛苦 生在那个国土里的众生 只有圆满 没有缺陷 只有快乐 没有痛苦 所以才叫做极乐世界 那里的自然界 平坦 整齐 洁净 富丽 那里的人群社会 一切衣食住行和娱乐等等的事 都是各取所需 各得所移 他们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风景比花园还要美丽 建筑比都市还要堂皇 摄利福 你只要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培植福德因缘 修学三十七柱道品 将来就可以蒙阿弥陀佛接引 往生比过 摄利福 娑婆世界众生 假若要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恼 唯有发愿求生比过 我曾教阿难尊者 礼拜阿弥陀佛 他就曾见过阿弥陀佛大放赐光 你们应当要深信我所说的男性之法 乃是确确实实可以得救的大道 佛陀说后 大致摄利福一点怀疑都没有 他和一切大众都深信着弥陀净土法门 忍让的美德 摄利福对于佛陀的教法尊敬信奉 对于部教从不后退 但对于自己个人的享受和荣卢悔育 从不计较 总是让人 有一次佛陀带领弟子出外部教要回到摄位城的时候 被大众积为六群比丘的弟子 以先佛陀和大众到达奇缘经社 站着比较好的坐卧处 连摄利福的寝室也被他们占用 并且还说 这是我们师父佛陀的 这是我们阴住的地方 摄利福在佛陀回来的那天 比较迟一些才回到奇缘经社 见他过去的坐卧处都给六群比丘站去了 摄利福没有办法 就在树下静坐一夜 佛陀早晨起来 听到树下有咳嗽的声音 佛陀问道 谁在那里 怎么不在室内静坐 摄利福回答道 佛陀 我是摄利福 因为昨天跟随佛陀回来的人很多 经社都被注满了 我在树下住一宿没有关系 佛陀听后 很赞美摄利福的忍让 但又急和朱比丘说教导 朱比丘 我问你们 在我的教团中 要什么人才可以受上等的创作 上等的水 上等的饮食呢 由沙地利出家的比丘 由婆罗门出家的比丘 应该有有修行的和不教的比丘 才对年龄最长的恭敬 并依他的教诫 这样 他们生患命中时 都转上了善道 朱比丘 你们要崇敬长老的比丘 在现世受人称赞 后世也才会生在善处 朱比丘 在我的教法中 没有阶级的高低 但我的教法中 有法辣和戒辣的长老 你们要恭敬 奉侍 供养 礼拜 长老们许受第一的床坐 第一等的水 第一等的饮食 佛陀为什么这样说 大家都知道 摄利福听了很感激 大家听了也很感激 对死的赞美 摄利福虽是正德胜果的长老 但对于女子修行有成就的人 他也很尊重 有一次摄利福 在王舍城附近的森林中坐禅 正放下一切 进入正定的时候 在他对面炎窟中坐禅的 幽波仙纳比丘尼大声地叫他 他走去时 幽波仙纳比丘尼对摄利福说道 摄利福尊者 我刚才坐禅的时候 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爬 我起初没有注意 后来才知道是一条毒蛇 我被他咬了 马上一定会死 现在呈毒气在我身上 还没有回转的时候 请您慈悲 设法为我召集大家来告别吧 幽波仙纳比丘尼说话时 一点都不惊慌 像是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 哪里有这样的事 我看你的脸色一点都没有变 被蛇咬了的话 脸色一定会变的 摄利福起初以为没有这样的事 所以这么说 摄利福尊者 人的身体为四大五蕴甲因缘集合所成 没有主宰 本来无常 原本是空 我是体悟这个道理的 所以毒蛇怎么可以咬空呢 幽波仙纳静静地回答 摄利福非常佩服 你说得很对 你已经能到达解脱肉体痛苦的程度 你以你的会命支持住脸色不变 摄利福赞叹住 摄利福通知附近修道的比丘和比丘尼 把幽波仙纳从盐窟中扶出来 独裁次第地在幽波仙纳身上寻回 幽波仙纳若无其事地进入涅槃 见到这样解脱的人 大家都很赞叹 摄利福说道 修道条心进入涅槃 对于肉体的死亡 像毁去毒波 像是重病的欲 有求的必定有报 有愿的必定有成 临死不变 是以智能的眼观看事象 处理火宅 实在是无限之美 摄利福赞叹幽波仙纳的话 就是佛教对死的看法 死在佛教有修行的人看来 是等于灵一样 宽大胸怀 摄利福的年龄 随着无偿的事项日渐增加 他已是将近八十岁的高龄 这一年在奇缘经社结下安居以后 位住弘法度生 他不以为年老 不辞辛劳地请求佛陀准许他出外云游教化 佛陀当即允许 并褒奖摄利福为教为人的精神 摄利福走出经社不久 有一个比丘到佛陀的座前说道 佛陀 摄利福这次到外面云游 并不是为了佛法的宣扬 他是因为侮辱我 对我感到抱歉 不好意思见我 所以才出外旅行去的 佛陀最不喜欢人在背后毁谤他人 一听之下 立即助人去把摄利福追回 佛陀在大众之前 很严肃地问摄利福说道 摄利福 你去后的不久 有一个比丘来说你侮辱了他 真有这样的事吗 摄利福温和 恭敬地达到 佛陀 自从我皈依到佛陀的座下以来 现在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年龄 在我的记忆里 没有杀害过生命 没有忘说过话 除了为真理的宣扬 从没有为私人厉害得失和他人论短较长 今天是节下安居的最后的一天 三个月来 我日日忏悔 不失正念 我的心像毕波式的澄清 我没有不平之气 我哪里会轻视他人呢 佛陀 大地上的泥土是最能忍辱的 无论什么不敬的东西加之于他 他都不会拒绝 分辨 浓血 谈拓 他都甘受如意 我今日的心 可以向佛陀表白 好像大地似的愿意忍辱 而不愿违逆人意 佛陀 轻轻的水流 不管好的东西 或是坏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把它洗净 我没有增爱之念 我今日的心 好比水流一样 佛陀 扫帚是用来扫除尘埃 当扫除的时候 是不会选择好物 我今日的心 实在没有生起好物的分别 佛陀 诸于正念的我 绝不会倾见其他的比丘 我对佛陀这么说 是知道自己的事 那个比丘也知道他自己的事 如果是我的过失 我愿向那位比丘忏悔 以便消除我良心上的谴责 将近八十岁的摄利弗 对佛陀不亢不卑地 做如实的禀告 听话的大众 没有一个不被感动 佛陀对那位 毁谤摄利弗的比丘说道 你毁谤长老的过失 现在不能不忏悔 因为你有意识僧团 生起纷争 没有为僧团的和和设想 假使不诚实地悔过 你的苦暴无穷 那位毁谤摄利弗的比丘 立刻跪在佛陀的座前 对佛陀恳求道 佛陀 摄利弗尊者是了不起的人 我对智能能力强的人 不知拥护学习 总是嫉妒 请求佛陀慈悲怜悯 给我忏悔心声的机会 佛陀庄严慈合地告诉他说 你去向摄利弗忏悔 那个比丘 俯伏低头 跪在摄利弗的面前 摄利弗用手 摸摸着那个比丘的头 慈祥地说道 比丘 忏悔在佛陀的教法中 奇效有无穷之大 做人谁能无过呢 知果能改 就是很大的善事 我接受你的忏悔 以后切莫再犯 摄利弗的态度 摄利弗的说话 听的人都很感动 摄利弗有宽广的胸怀 平坦的心境 他就是这么一位 不计较冤家仇敌的人 入金刚定 佛陀在罗月城 加兰陀竹缘说法的时候 摄利弗在奇都绝山 入金刚三昧 这时山中有一扇一恶 两鬼王镇守 一名幽婆加罗 一名加罗 他们远远地见到摄利弗 结家夫座 加罗恶鬼 对幽婆加罗善鬼说道 幽婆加罗鬼王 我竟能以拳击 杀此沙门的头 你快不要这么说 这一位沙门 是佛陀的弟子 聪明智慧 最为第一 而且他有神德威力 你如果对他升起害意 将来永久沉沦 受苦无量 幽婆加罗善鬼回答 你畏惧沙门吗 沙门是世间上 最好欺负的人 你注意看我一拳击去 这个沙门的头 立刻就会粉碎 如你所说 我时畏惧沙门 沙门虽是人如可欺 但沙门的得力无穷 你如果打这位沙门 他虽受苦一时 但我们却永久不安 善鬼说后 恶鬼不听 即以拳击打 射利弗的头 善鬼不忍观看 就隐身他去 说时迟 那时快 恶鬼鸡拳打来 射利弗 微微觉得 像头上落下一片树叶 睁开眼来 只见那个恶鬼 七孔流血 堕入地狱之中 射利弗 从金刚三昧的正定起来 整一整衣服 到加兰陀 竹园拜见佛陀 佛陀问道 射利弗 你现在身体有样吗 佛陀 我从来没有害过病 现在头好像有点痛 射利弗 今天幸好你入在 金刚三昧之中 所以迦罗鬼打你的头 而不能伤你 否则 迦罗鬼以拳击须弥山 都能令其分成二分 金刚三昧之力如此之大 你们朱比丘好好修持 射利弗常游在 空三昧和金刚三昧中 外境的灾难 绝不能害他分好 涅槃 佛陀在皮射离城 附近竹方村的森林中说法后 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是佛陀说三个月后 自己要进入涅槃 大家的悲哀 无法言说 射利弗是怎样也不忍见佛陀涅槃的 他在禅定中想 过去诸佛的上手弟子 都是在佛陀以前进入涅槃 我是佛陀的上手弟子 也应先佛陀进入涅槃 射利弗这么想后 即刻从禅定而起 走到佛陀的座前跪下来说道 佛陀 我现在想要进入涅槃 请求佛陀允许 佛陀注视射利弗 好久才说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快进入涅槃 佛陀 您说最近的不久 您要进入涅槃 佛陀给我法庆红恩 如何我也不忍见佛陀涅槃 而且 佛陀说过 过去诸佛的上手弟子 必先于佛陀之前涅槃 我想 现在正是我进入涅槃的时候了 勿要恳求佛陀 此被允许 射利弗说后 像是很伤感的样子 但不是他沉稳的风度 佛陀又在问道 射利弗 你要在什么地方涅槃呢 我的故乡 加罗毕拿家村 我百岁的母亲还健在 我想见她一面 然后就在生养我的房中 进入涅槃 我也不阻止你 你可以以你的意思去做 不过 你是我弟子中上手的弟子 等一会儿你走的时候 佛陀给大家留下一些教室 佛陀命令阿南集合比丘大众 大家听说 这是射利弗涅槃的告词 都很快地集来 射利弗先对佛陀告别道 佛陀 我从无量的过去生中 就希望能生在 执欲佛陀的时代 我终于满足了这个愿望 我没有比逢到佛陀 再欢喜的事 四十多年来 承受佛陀慈悲的教导 使于吃的我得开慧眼 觉悟真理 或正圣果 天下的言辞 形容不出我心中的欢喜与感激 现在 我离开人世的时间近了 我马上就要舍弃时间的束缚 可以进入自由自在的涅槃境界 我相复了很远的众和 现在就要放下来的人 我真为自己庆幸 我承受佛陀的甘露伐水 已经能解脱五蕴的束缚 再不受诸友的苦恼 这是和佛陀最后的告别 佛陀 请接受我的顶礼 摄利弗五体投地败下去 空气非常沉默 严肃 佛陀点点头 向摄利弗道 摄利弗 我所讲的你都已经了解 我今为你受祭 将来你当成佛 名号华光如来 再将使人间 教化众生 完成最高的佛果 佛陀说后 又叫大家送摄利弗一程 摄利弗站起来 向外走去 只等到看不见佛陀的时候 才转身而去 朱比丘都捧着香花 送摄利弗 这是寂静 庄严的行列 大多数的比丘都流着眼泪 后世纪念 精神涌在人间 摄利弗涅槃以后的七日 君头沙弥把他的遗骨涂皮 然后请回到佛陀说法的地方 把一切经过告诉阿南 阿南流着泪 带着君头 详细地报告佛陀 佛陀默默地听 君头报告完毕 佛陀见阿南很悲伤 便问道 阿南 你为什么悲哀挂念 难道摄利弗涅槃不可贵吗 难道他接受我的教法 把我的真理带走 没有留下来吗 阿南恭敬和掌回答道 不是 佛陀 我不是这样的悲哀挂念 遵者摄利弗 奉持戒仪 智慧很高 善于说法 勇于不失 永远是那么热忱的 未教工作 这不但我们知道 众生都是赞叹称道的 想到现在尊者 摄利弗既然不在 为了正法的留步 为了千万年后的教团 受他早于涅槃的影响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挂念 我想也是大家的悲哀挂念 佛陀知道这个事实 但佛陀静静地安慰道 关于这点你不要挂念 摄利弗虽然不在 法是不会施的 无常本来是世间的实相 生灭是自然的道理 大树在砍倒以前 先要砍掉大的树枝 宝山在崩坏以前 先要崩倒大盐 摄利弗在朱比丘之中 先入涅槃 这也是法的自然顺序 佛陀不久也要顺着 法性进入涅槃 你们不要失望 佛陀的教法 是不会随人去的 佛陀将永久 活在信仰的人的心中 佛陀会永久照顾到他 你们要皈依法 皈依我所说的真理 不要皈依其他 远离欲望 烦恼 进入涅槃 往生是第一要紧的事 佛陀说了以后 从军头沙弥的手中 接过摄利弗的灵骨 对大家说道 朱比丘 这个灵骨 在数日前 就是为众生说法施教的 大致摄利弗 他的智慧广大无边 除佛陀以外无人可比 他正无法性 少欲知足 勇猛精进 常修禅定 为教为人 降服外道 宣扬正法 他已获正解脱 无诸苦恼 朱比丘 你们看 这就是佛陀亲子的一身 佛陀讲话时 大家不知不觉地 对摄利弗的灵骨恭敬鼎礼 摄利弗尊者 虽进入涅槃了 但摄利弗尊者的精神永在 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此 感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